- 嗨,大家好,我是鹿講 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月子中心的一天 也留個紀錄給未來的我自己回味 老實說現在光剪片我就已經想念到不行了 那平常在月中我差不多都是早上七點半起床 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擠奶 因為聽說心情好比較容易有母乳 所以我擠奶的時候都會看一些好笑的影片 那差不多擠個半小時後 把擠好的母乳倒到奶瓶裡面 再寫上時間和名字就完成啦 那文當都固定早上八點會起床 到月子中心的預約網站 預約私人湯屋和卡拉OK 因為都只能當天預約又非常的夯 所以文當都會在預約一開放的八點 馬上上網搶名額 那接下來我會吃一些保健食品 有軟鈴脂、綜合維他命 還有產貨綜合保健食品 都準備好之後就出發 把剛才擠好的母乳送到嬰兒市 我跟文當就準備去吃早餐啦 把房卡拿給工作人員看之後 就可以拿到號碼牌等叫號 在這段時間可以先去夾沙拉、盛飯、盛湯 還有拿想喝的溜果和牛奶 這些全部都是吃到飽喝到飽的喔 當擠完奶真的很容易餓 很需要吃飽補充活力 今天的早餐是日式烤青魚定食 每天的早午晚餐都不一樣 我住進來一個月 午晚餐都完全沒有重複 真的感受到這家月中 他們很用心在準備餐點 其實平常早上不會喝這麼多東西 但因為就是要發奶、要嘴奶 所以我就會瘋狂喝糖糖水水 我們兩個吃完早餐之後呢 很常來這裡泡煮湯 因為他們這裡可以看到一整片海景 在這裡泡煮湯 真的超舒服的 晚上温めるとめちゃ晚上元気 文當真的是最享受這個月子中心的人 超舒服的 而且他們這個煮湯也是24小時的 可能有些媽媽是想親胃 那晚上就是可能親胃完 很累的時候呢 也可以來泡煮湯休息一下 好大家那平常我吃完早餐泡完煮湯 我就會回房間開始保養化妝 算是正式開啟一整天 其實這家月子中心呢 他們也有提供自己的保養品 但是我跟文當還是想要用自己習慣也長期使用的保養品 我們就把TAKAMI的整套系列都帶來月子中心了 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介紹過TAKAMI這個品牌 文當和我呢都是一室成主顧 尤其是我們文當 他每個月呢都會買這個TAKAMI的小藍瓶來用 因為日本的天氣比台灣乾燥很多嘛 所以我剛來日本的時候一直很好奇 日本女生是怎麼在這麼乾燥的環境之下 維持很水煮但光滑透亮的膚礦 直到後來是日本朋友的推薦 還有我自己在日本的打工經驗 看到各大保養精華評比排名上面 都會一直出現TAKAMI的小藍瓶 才知道他們水煮淡肌的養成就是因為他們非常重視肌膚的基礎保養 文當是把人肌膚就比較敏感 那我其實算是膚礦比較穩定的 但是因為懷孕再加上生產還有照顧小孩 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現在其實肌膚的狀況也變得比較脆弱 所以比以前更重視肌膚的基礎保養 TAKAMI他們是提倡以護養角質的概念去取代去角質的概念 找到角質自主穩定更新代謝循環的換新效果 用起來不刺激也很舒服 那我們都是整套保養品一起使用 讓肌膚更穩定也更有光澤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開始保養 首先是TAKAMI的角質到氣墊結顏乳 脂地非常的綿密有拉絲感 可以戳出很濃密又有彈性的泡泡 因為泡泡本身非常的扎實又夠多 在清潔的時候可以輕輕柔柔的 就不會過度的摩擦肌膚也不會對角質造成傷害 那泡泡可以加強塗抹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我自己是鼻翼兩側 還有鼻頭這裡是比較多的 洗完之後臉的感覺很水潤保濕又很清爽 那接下來要用的就是TAKAMI的角質到小藍瓶 這一瓶是TAKAMI他們最有名的產品 小藍瓶含有獨家研發的活化成分 可以從根本穩定肌膚健康的代謝週期 促進角質進行健康的代謝 敏感肌也可以用 等一下小藍瓶要在洗完臉後 第一道保養就要使用 質地像清水般薄透不黏膩 用低管吸到建議的使用量之後 像這樣子輕拍全臉 要注意要很輕柔的用按壓的喔 不要去來回摩擦肌膚 讓肌膚充分的吸收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用角質到肌量度來保濕提亮 那我用的是水潤質地的 適用於所有的膚質 它的質地是保濕溫和但是不黏膩的 一樣用掌心溫熱之後 溫柔的包覆於全臉 也是要用壓的喔 擦完之後會很明顯的感覺到肌膚的水潤感 大家看很端的感覺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TAKAMI維他命C加E的精華 那這瓶精華是擁有五種維他命C的最強維他命C保養精華 裡面含有多種維他命C延生物能穩定唇維他命C的狀態 減少氧化的程度 和TAKAMI的小藍瓶一起用的話效果會最好 先用小藍瓶穩定肌膚健康狀態 再吸收最強維他命C精華 那五C精華的質地呢 輕盈不油膩也很溫和 那它使用的方式也是一樣 輕心的按壓肌膚 上臉不會刺刺的 也很舒服 大家看用完之後呢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臉在發光 會讓整體肌膚更有透明感 在整個保養完之後呢 上妝也會讓妝感更服貼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愛保養的人 用TAKAMI一整套來保養真的很療癒 而且也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肌膚變透亮 我再看一次真的還是被驚訝到 就是大家看這個光感真的很漂亮 摸起來也很細緻 粉刺也變比較少 讓我非常感動的是 即使是精力生產 還有照顧小孩 這些這麼疲憊的事情 我的肌膚狀況都還沒有崩壞 好那接下來就來簡單的化個底妝 畢竟是在月子中心嘛 也沒有要出去 所以我妝呢 就不會化到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有化妝真的會讓一整天的精神比較好 才有正式開啟一天的感覺 跟大家說 我其實一直以為在月子中心呢 會非常非常的閒 結果發現 完全沒有耶 要做的事情超多超忙的 兩月之後回去的話呢 真的沒有後援 所以想說還是要自己熟悉一下 但是大家也說 就是真的要儲備體力之後呢 回去才可以好好的照顧小孩 所以我也是覺得 這是一個好難抓的平衡點喔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簡單塗一塗上個腮紅 讓氣色變比較好 我也會擦睫毛生長液 我覺得真的是這種東西就是有差有差耶 有差的話呢 就會很明顯感覺到 睫毛變比較濃密 變比較長 大家看我化完妝的妝感 非常的自然服貼 這樣就真的是有一整天 正式開始的感覺了 好那現在呢 我要去藥草浴 藥草浴呢 在地下一樓 裡面呢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像這樣坐著的下面就會有蒸氣上來 像這樣坐著的下面就會有蒸氣上來 剛才做完藥草浴真的超舒服 那個藥草浴我真的是每天都必去一次 他們那個房間還會有淡淡的香氣 坐在那裡真的非常非常的療癒 真的是讚 今天我們報名了媽媽教室 有寶寶按摩 那現在呢 oo 又會有很多人建議我說可以親胃 那其實本來也是想說當然是親胃比較方便啦 可是因為麻糬比較小一隻 所以就是為了確保他的體重確實增加 所以和日本這邊的醫院還有駐產師討論 就是覺得先讓他平胃可能會比較好 沒想到會在頻道邊擠奶邊跟大家聊天的一天到來 現在還有月中的人幫忙 真的不知道回去會是什麼樣的日子 但是呢就是趁在月中的時候盡量休息 然後有餘育的時候跟麻糬請玩 讓身體好好地復原回去呢 才可以正式地面對育兒挑戰 之前這麼想要小孩 那現在呢就是小孩已經來到我們身邊 就看他臉還是會覺得 喔就是很感謝緣分 很謝謝他來當我們的小孩 就想哭了 就是當媽媽之後真的是類型很發達 擠出了80ml的奶 現在又要送去嬰兒室 今天的午餐是炸蝦牌 很喜歡的海鮮夾子 昨天的午餐也很美味 很大力 他們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有下午茶特別活動 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吃下午茶 在這裡每一餐都吃得超滿足的 他們的餐點其實不太像是台灣的月子餐 像是一般的餐廳這種感覺 每天吃午餐的時間他們在這裡放小吃 這個重複率超高的 我幾乎每天都有這個馬德蓮跟費南雪 然後我跟文當的兩個 吃完午餐之後呢 我通常就會回來工作 文當就會跟寶寶在後面享受他們的兩人時光 今天呢我們有預約卡拉OK 久久久的卡拉OK 真的覺得月中他們這裡有提供卡拉OK 真的太酷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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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Méja muja muja Ato mi da so Let's do me by Par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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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da-is 來到下午茶特別活動時間 終於可以來吃下午茶了 除了甜點以外呢也可以在這裡泡茶 我跟文當超喜歡這個巧克力慕斯蛋糕的 只要有這個我們就會覺得這次的下午茶是重大獎 文當真優雅 如果要來這裡住的話呢在一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有28號跟禮拜一禮拜四的話是最划算的 最大週三日間 那這家月子中心呢還有附明信片 是一年後給自己的信 可以在住宿的期間呢寫信給自己 然後投到月子中心他們做的油桶裡面 會在一年之後寄出給你 我覺得這個超有紀念意義的 然後我們的麻雞寶貝在這裡寫一下 新生兒真的就是吃飽睡睡飽吃耶 超可愛的 她最近呢開始長胖一點點了 可以看到臉這裡肉嘟嘟的 現在睡象藝術照這裡有女兒節 我跟文當想說來幫麻雞拍個女兒節的照片 哇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女兒節 文當爸爸很認真在拍麻雀的照片 接下來又要去送奶了 送完奶之後呢要去吃晚餐 wzwell really 今天的晚餐是這種感覺 而且今天的晚餐有加菜喔 是關東煮 這個是今天煮食的鮭魚排 感覺很厲害耶 寶貝西點 超好看 醬汁味道 加醬汁味道 那麼多好看 我明白 咱會加醬汁味道 今天加菜的關東煮超好吃的 煮的好入味 他們這裡的菜單整個種類很豐富 就是有和食、有洋食 而且還有很多亞洲一國料理 像是有打包豬肉飯、還有越南河粉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這月的中心很多 是外國人也來住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餐食的種類就有配合各個國家的感覺 今天的宵夜是玉米捲餅 現在吃好了 因為晚餐我覺得有點吃不夠 剛才我們把寶寶送去嬰兒市 現在要去預約的大浴場洗澡了 那我們兩個每次去洗澡之前 都會去一樓的備品區 拿毛巾跟要換的睡衣 然後文章會去他們的髮品吧 再把他想要的洗髮精跟潤絲去用 每天依照心情選 我們現在已經洗完澡回到房間了 我也換成新的睡衣了 像這樣洗完澡之後呢 我會再吃一點保健食品 像今天早上也有吃的軟凝脂 軟凝脂的話我是一天吃兩包 為了避免塞奶 現在也都目前是完全沒有塞奶的問題 然後也會吃膠原蛋白 現在吃的是新藥膠原 是跟小貓的團購買的 我真的覺得過了30歲之後 保健食品就要好好吃耶 以前十幾歲都覺得好像有吃沒吃 沒有到那麼大的感受差別 但是到30之後我真的覺得還蠻明顯的 接下來時間呢我也是會保養 然後會再工作一下 把今天沒做完的工作 再整理一次把它做完 然後睡前我會再擠一次奶 再送去嬰兒室 讓他們晚上可以把母奶餵給麻糬 這樣子我的一天就結束了 基本上每天都是這樣過 今天有去卡拉OK嘛 可是其實平常是沒有那麼常去卡拉OK啊 平常是比較會去研盤浴 但是因為今天我沒有預約研盤浴就沒去 現在肌膚有點乾了 趕快先來保養一下 晚上呢我也一樣是用TAKAMI的全系列 其實現在TAKAMI在台灣很輕鬆就可以買到了 我之前也是有推薦給我身邊很多朋友 大家也都是用了之後直接入坑 在台灣的官網購買很方便之外呢 還有很豐富的訂閱還有獨家優惠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小編也都會很快的回覆 想實際用看的人呢也可以到 新一新光的A11靠貴試試看 貴姐也會做很詳細的腳質檢測 讓你更了解自己的肌膚狀況 可以根據你的需求進行試用 那之外呢也會有很多不近期的體驗活動 大家看真的是亮到爆欸 TAKAMI真的是我和文當很喜歡 也用了很久的牌子 真的希望台灣大家更認識她 那詳細的資訊呢我也都發在資訊欄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的每天呢就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不知道台灣大家作業知識也都這樣 因為我都在Instagram發動態嘛 然後就有很多人問說 文當怎麼都在月的中心跟我一起 因為文當他是請育嬰家陪我 那也是我們兩個在一起九年呢 第一次就這麼長時間二十小時候在一起 台灣月的餐好像也都比較不會付爸爸的 那雖然這裡呢主要是服務媽媽 但是文當一起這樣住進來 它就是Family Stay Family Stay呢也有提供餐點 所以文當就是跟我一起這樣吃 回家裡之後就正式是只有我跟文當 還有麻雞三個人的生活 希望我可以平安的撐過去 那希望之後回家可能會非常累的我 在感到很累的時候呢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回憶一下月的中心的時光 也想說啊還好至少第一個月 還是可以躲在月的中心這樣休息一下 給自己加油打氣 好啦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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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nsors